Hi 大家好,我是CASLOW,溫高華的地產經紀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Share、Like和Subscribe 我會定期和大家分享溫高華不同的地產資訊 如果你在溫高華這個地產市場上 有些什麼疑難雜證又或者是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 我們大家都可以交流一下 說起買樓很多人都會借這個mortgage 然後在加拿大金融系統裏面 其實這個信用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直接影響到你借不借到錢 以及你借到多少錢 可能有些人就覺得我遲了還卡數 又或者是我遲少少還,但是我都還了 它可能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其實在銀行的角度上來說 這些信用的紀錄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般這些credit的東西就是保留7年的 通常銀行就是看你的還款的這個紀錄 然後也都是看你的behavior 就是說是你還款準不準時 消費的金額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它會看你是否準時還款 就是如果你是不夠錢給 那至少你都要做這個minimum payment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做開的交易 然後遇到有什麼問題 就是借貸的方面 就是關於這個信用有多重要 之前我有一個客人就是要換屋 然後他就由這個partment換上這個townhouse 這個townhouse是位於Richmond的 大概就是在West Canby這個地段 那當時買大概就是80多萬左右 那他就向銀行借錢 那就借這個65%的 那當時銀行就是粗略這樣看一下 就是說是他的情況 那問了這些問題 就是說你有沒有安時交這個cut 就是這個計劃的東西 然後呢 那之後呢 初步的估計呢它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我們也都很放心 那就是覺得這個換屋的過程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加拿大裡面就是有的機構 就是可以Pull out你的credit 一個就是Ecofax 和Transunion 這兩個就比較常用一些 就是可以Pull out你的credit 就是真真正正進去做的時候 當時呢就是Pull out了這個Ecofax的時候 那就見到就是他有些卡呢 卡數是沒有找的 當銀行和我們溝通的時候 那我也都將這個report就交給他 那他就說我根本都不記得是有這張卡的 很多年前已經是沒有用了 那但是為什麼呢 那筆數會在那裡呢 就是他自己都記不清 那之後呢 那他再細心地去找回之前的記錄 那他才知道 就是這筆數可能就是被人盜用的 但是普通的一個人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去買樓 你就不會無緣無故去查你自己的credit 因為你又沒有statement 因為你又沒有用過了 是吧 但是那一次呢 那我們就是搞了很久的 因為銀行那邊呢 就是要他解釋一下為什麼 然後呢就是這筆數你遲遲都不還 然後他就說你不還款了 那你這個credit就有問題了 那所以呢就是遲遲都未批得下來的 那當時我們就拿了 就是延長了一個禮拜 這個subject removal 當時的情形呢 就是當時的市就沒有現在那麼刺熱 那所以我們還可以延期 延長了那個禮拜之後呢 那我們去做些什麼呢 那我們就是首先去這個Ecofax 補表 那就是說呢 這張卡呢就是我的客人沒有用 然後呢就有個case number 然後呢拿了這個case number之後呢 就再跟銀行解釋 那然後呢 那也都是同時呢我們也都是叫這個merchandise的 那也都告訴他就是 這一張卡呢我們真的沒有用過了 然後我們連statement什麼都不知道那些 那相信呢這張卡應該是被盜用的了 那所以到最後呢 那銀行都是相信了 因為呢他看了他的overall的history呢 就是他慣性用那幾張 譬如CIBC或者RBC啊 其他那些銀行呢 他都是有準時還款的 那所以呢最後銀行都是相信了他 那他就順利通過了 就可以拿回他的mortgage的 那而另外呢 我有另外一個client呢 那他就沒有那麼順利了 他就是買一個出租的單位啦 那然後呢 以他的信用啦 和借的金額來講呢 其實絕對不是問題的 因為呢當時已經Pull out the credit 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也都做了一個pre-approval 所以我們找到這個condo拿來投資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挺有信心的 但是呢到最後的時候呢 銀行就說reject了 那我們就說就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有一期 就是說是他最近這一期 那就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啦 他出了負啦 那所以呢他就忘記了了 就是Pay這個credit card 那所以他就打算等他出負回來呢 那他就Pay in full 已經是Pay in full 的了 但是呢就很不幸運啦 銀行就覺得 就是因為他的還款的behavior 就是我不管你有多少錢啊 是不是還了給我 但是你遲了還 然後這個是你的信用有問題啦 像我們說的就是有者有還 在者不難嘛 最後呢 那他就銀行那邊呢 那都是沒有辦法借錢給他 他最後呢就是要施貸來成交了 因為時間太短了 就是由此可見啦 就是這個信用呢 就是說這個credit card 你有沒有準時還款啦 還有你的信用呢 在加拿大來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大家對這個信用呢 是有些什麼疑問 又或者呢 想知道它會不會影響你買樓 又或者你想知道 如果你持交了還款啦 對你這個credit啦 有什麼影響 那有沒有些什麼快速的方法呢 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Whats up 我的 因為這些是case by case的 那很多時候呢 問題都是有解決的方法的 今期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share like 和subscribe 下期再見 拜拜 我是Cats Lov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量身訂造 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這麼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 我記得算了 你之前會有什麼 那kh face 我決定了 我記得臉書 你 我決定 都要 連 forget